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这几天我这嘴唇特别难受 有泡疹很痛 我每年都有一次不知为什么 大概是一个礼拜10天之后就好了 这个礼拜五就前天 我跟国内一线城市 出了一位网友见了一次面 我们谈到了很多问题 也谈到了李克强总理前段时间说的 有6亿人 每个月可值分收入不到1000块钱 或者只有1000块钱这回事情 然后我们还谈到一些问题 我发现可能这位 90后的国内一线城市的小哥 他不是特别了解国内的农村 今天我就想用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一起探导一下 我知道的国内农村 还有我怎么理解这1000块钱 6亿人不到1000 或者只有1000块钱 可支配收入这个话题 可能小伙伴们说 德国知识你已经出国20多年了 你别跟我介绍国内 中国国内农村了 我比你还知道更清楚 我觉得并不一定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国内农村出来的 我每年都回去两三次三四次 因为我老家 我父母还在 我哥哥姐姐 他们都在农村 所以我觉得我对至少我对我老家农村 是相当了解的 在经济正题之前 我给大家说说 我怎么理解可支配收入 我的理解是 就是你有一份工作 你交了各种保险 税之后 剩下的 也就是税后的收入 就是可支配的 并不是说你出了交房租 吃了吃饭 出了买衣服之后 你剩下的钱才叫可支配 就是像西方这样 税后的收入就是可支配收入 可是这个定义 在网上我找不到 因为没有确切的定义 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也是不是这样理解 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说 你交了房租了 或者是还了房贷 吃了饭之后 然后逛了街 或者买了衣服之后 剩下的钱才叫可支配 那就不是可支配了 那是你的积蓄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李克强总理 当时是怎么说 这6亿人1000块钱 这个可支配收入这话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 发展国家 我们人均 年收入的平均水平 是3万元人民币 但是 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1000元 1000元 在一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房都困难 现在又碰到疫情 其中有一位农民工 说他50多岁了 在外打工 我们三十多年 每年如此 但今年 就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都陷入困境 对他们的困难 我们要给予救助 但是从根本上说 还是要帮助他们 就业 赌益 多劳动力 没有就业 那就只是9亿一张吃饭的口 有了就业 就是9亿双 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我们可以发现 他说这话的背景 就是当时新冠病毒 在国内肆虐 所以很多人可能收入大受影响 他是在工作报告上说了这番话 我想他6亿人 统计数字肯定有它的真实性 所以不用值得怀疑 我就跟大家说说 我是怎么理解这6亿人 还有他们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块 现在我就看着电脑跟大家说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解释来 更加清楚一点 根据2019年 国家统计年鉴 城镇就业人员4.4亿 全国农民工总量2.9亿 那么总共的就业人口是7.3亿 全部中国 中国有14亿人 那么减掉7.3亿 剩下就是6.7亿 这6.7亿人是不工作的 不工作的人并不等于没有收入 我们来细分一下 我们看看有低龄的 有退休的 还有在校的高中生 大学生 加起来一共是5.5亿 其中0到15岁的 还有60岁以上的 割占2.5亿 那么加起来就是5亿人了 在校大学生 还有高中生 大概有5000万 60岁以上人口 都为城镇退休人员 或者是农村老人 城镇领取养老保险人数约1.2亿人 他们平均每个月可以领到大概3000块钱 所以可以推断农村老人大概有多少呢 5.5亿减掉2.5 就是0到15岁的 减掉5000万 就高中生大学生 再减掉1.2亿 1.2亿就是城镇 他每个月领取大概3000块钱 养老保险金的这批老人 那么剩下的可以推断农村老人 大概是1.3亿 我估算在低龄退休 还有在校中学生 大学生人数5.5亿人当中 我估算在低龄退休 在校中大学生 这5.5亿人当中 除了城镇领取养老保险的1.2亿 约有4.3亿人 5.5 减掉1.2 就等于4.3 加上城镇 就统计局的 城镇约4000万人失业 所以可支配收入 低于1000块钱 或者没有收入的 约4.7亿人 前面说过了 中国一共有6.7亿人不工作 包括城镇退休人员 还有农村老人 中间的差就是2亿人的差距 减掉城镇退休人员 因为他们每月有3000块 所以这一部分要剃掉 那么剩下就是8000万 这8000万不工作的人 可能是有些是自由职业者 有些是摆摊的 有些是搞直播的 或者是有些就没有纳入统计数字的 我猜这里面应该有一半的人 估计可支配收入低于这1000块 对吧 有一半人可能高于 我就是我自己猜的 所以加起来 前面说了是4.7亿人 没有或者是只有1000块钱 可支配收入 又加上现在又有大概4000万 那4.7加4000万 现在一共是5.1亿人 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块 离总理讲的6亿人还差9000万 这9000万应该就是就业人口中 特别收入低的那个人群了 他们低于每个月1000块钱 前面提到全国约有7.3亿就业人员 有9000万他们的收入 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块 也就是说占从业人员的 大概12.3% 那现在我来总结一下 真正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的是 1.3亿农村老人 还有8000万有工作 但是可支配收入 他们也是低于1000元的人 还有失业大概有4000万人 再加上还有4000万可支配收入 低于1000的自由职业者 所以一共大概是2.9亿 但是最困难的是那9000万 极低收入工薪族 还有部分失业人员 那为什么农村老人反而没有那么困难呢 我在这里就想说说 因为农民有自己的田地 还有宅基地 自给自足的程度相对比较高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农村 每一家几乎每一家人 都有自己的房子 不用交房租 不用交物业管理费 还有农村的电费也比城里 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说说 农村的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 由于有自家宅基地 所以这部分就不用花钱了 对吧 在我老家有小型的建筑队 每个村一般都有 所以我认识我们村的建筑队的人 我就问了他 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说 我家可能要盖房子 他以前是帮我的亲戚盖过 我所以问过他大概一平米 如果你们帮盖的话 大概要多少钱 他对我说了实话 因为我们都是本村的 清水房盖出来 就是像城市里面 能够卖出去的那种房子 一平米 成本大概是850到1000块钱 他当时报给我的是850块钱 就达到我要求的 就算你1000块钱 盖一层 大概是100平米的话 那么盖一层楼就是10万块钱的成本 对吧 如果是盖两层就是20万 加上装修 就简单一点装修 在农村 所以盖一栋小洋房 大概是30万可以入住了 不是豪华的 就普通装修 30万人民币 刚才说了是盖房是开支了 我们看看农民的收入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如果你是农村户口 一般来说都有自己的田地 那是1980年左右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 还有分田到户之后 原来是集体的 后来分到了各户 我们当时我们村是按照我们人头分的 当时我还在村里 所以我也得了田地 后来再调了一次 因为我们家人口没有很大的变化 相当于我的田地保留下来了 有田地表明什么 你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 你可以种一些粮食 你可以养鸡养鸭 你可以种一些果树等等 当然 南方那个土地要比北方紧张的多了 比如说像我们村 每个人一亩都没有 一亩是多少 大概是666平方米 对吧 好像我们村 大概就每个人 就是600平方米左右 600平方米 听起来很多 其实不多 就相当于20乘30米 20米长 30米宽 大概就是600了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是很难养的活的 改革开放之后 很我们那里很多农民 都到广东那边的城里 工厂里面去打工了 有的是夫妇两个人都去了 在农村现在是这样 因为是小农经济 如果你不到城里打工 是刚刚能够活下来 存钱存不下 所以现在是这样 一般都要去外面做农民工 或者到厂里面去打工 一年存一到两万 如果你有目标 一年存一到两万 也就一个月 1000多块人民币 我觉得如果是你正常去工作 是非常有可能存下来的 一般家庭需要15到20年左右 才能够盖上属于自己的楼房 当然不考虑大病因素 只要夫妻正常劳动 每年存款的目标 可能会实现 如果夫妻双双去城里去打工 或者是去工厂打工 两个人每月 赚6000块 到1万块钱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出去各种开支 可能他们每年 能够存下3万到7万块钱 所以原则上 如果出去打工 5到10年之后 就可以回老家盖一栋 属于自己的洋房了 所以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住在城市里面 我相信你们可能去过 你们附近的农村 你们也可以看到 你们附近农村 是什么样子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网上的 比如说像亮山 或是有些贵州 特别边远的山村 那种特别贫困的图片 或那种景象把它拿出来 因为那些是没有代表性的 你自己在你附近的乡下 看到的才是有代表性 才是真正的农村 所以我们考虑宏观问题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拿个例 来把它摊到全国14亿人口 最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 就是李克强总理 他说的有6亿人 每个月可支配收入 不到1000或只有一千 刚才我说了 农村有自己的田地 有自己窄基地 有自己的楼房 有自己的房子 不用交房租 不用交物业 对吧 只要交一部分的电费 因为电费要比城里便宜 有自己的田地 可以种蔬菜水果 还有养鸡养鸭 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 农村现在反正是我们那里 平时要开支 好像就是你要买肉 比如说买猪肉 买鱼等等 这种需要支出一部分 或者农村有的难的抽烟 其他好像可支出的比较少 反而支出比较多的是 红白喜事 饿死肯定不会的 大家真的可以放心 如果农民都生活不下去 他们肯定造反了 为什么这些社会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 没有人造反 什么原因 当然是农民还有饭吃 还能够活下去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农村现在其实它的条件 是越来越好 我每次回去都有变化 我知道 比如说硬路 还有农村都扯上了宽带 都是光线宽带入网了 或是到处都有4G 还有很多农村的人 都买了自己的私家车了 还有每家一般来说 都有电动的那种助力车 一到两辆 所有这种都是 实际看得见的东西 不可能农民生活那么差 刚才说了 我们不能够以个例来看是全部 即使你不到外地去打工 你在本地 一般来说也能够找到试做 比如说短工一天 没有任何机能 在我老家一天 比如说那种农村那种妇女 没有什么文化的 一天大概是100块钱收入 如果你去做建筑的小工 是150块钱 如果你是师傅 一般是300块 或是更多 这是我们广西农村 目前大概这收入水平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样 所以要活下去 应该是不成很大问题的 另外有的人说 你光说你家有人的 有些是无保护怎么办呢 对 现在中国的政府 它是比较关照农村 这些无保护的 无保护 我上次我回家 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一位无保护 我问过他 他说他每月 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 大概是四五百块钱 大家注意啊 无保护 他有病是不用自己付钱的 所以他说他每个月 他的生活肯定是够的 而且他住房也是政府 出钱帮他修好 所以在中国 虽然好像账面看 收入很低 跟比如说美国 欧洲这边比起来 好像你觉得 一个月只有一千块钱 或一千块钱不到 那这些人不是会饿死吗 其实并不这样 他可以比如说在农村 可能一个月 一个人平均一个人头 吃饭 可能三四百块钱就够了 你先想看 如果是出去做小工的 每天150 做三天就450 就够一个人伙食了 对吧 所以我希望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小朋友 最好自己抽机会 到你附近城市的农村去走走去看看 你所见到一定是真实的农村 当然有些网上的带路党 恨国党 还有 有些专门黑中国的 默黑中国的人 比如说1450817 他们特别喜欢把这四川大亮山里面 最贫困的那种图片拿出来 我没有说不存在 肯定存在 中国肯定还有特别贫困的地方 但是我们每一个城市的人都知道 特别这一二十年来 中国农村的变化是确实特别大 我海外华人 我每次回去 因为我是农村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权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也不能自满 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的发展绝对是一个 比较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了 我去过很多国家 去过应该是四五十个最发达的 还有最贫困的国家 我都去过 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把中国跟世界上 其他国家相比的时候 有点最大不同是 在中国是跟着有其田 就是在农村的每一个家庭 都有自己的田地 而在世界上 其他大多数的国家 都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他们那些国家 土地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所以如果是同样的 相当于1000块人民币的收入 那么可能在中国 你1000块钱 它的购买力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购买力 完全不一样 是没有可比性 因为中国有每个农村的家庭 有自己的田地 有自己房屋 房租你不用交了 刚才说的对吧 还有物业管理也不用交了 在其他国家 可能连自己的田地都没有 连自己房屋都没有 所以在中国 如果你考虑这个因素进去 跟其他国家 没有可比性 土地的价值 这房屋的价值 你一定要计算进去 但是很多带路党 恨国党 或者是1450 817 他们 总是喜欢把 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最贫困的 必须要晾山的某个山区里面的 一家两家最穷的房子的图片 录像把它拿出来 然后来说 你看中国多么穷 不能够以特例 来代表整个中国大陆 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当然我们从来也不要忘记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刚才我前面说了 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了 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发展中国家 它不能够 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每个国家可能发展水平 都不太一样 而中国是取价比较高水平的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填某个镇的 因为我自己的老家就是在农村 在国内 在中国大陆 所以我知道 内的农村到底怎么样子 好了 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你们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中文字幕熟